嗨,大家好,我是Mia,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从今年年初我开始过更低碳,更加有意识的生活 走了不少弯路,这里也有一些心得想分享给大家 我是怎么去给生活做减法的 第一件就是帆布包 我已经不再去购买品牌包包了 但是我就对帆布包特别着迷 因为它非常的简单适用而且好搭配 但是呢,我发现我从一个消费陷阱 又跳入到了另一个消费陷阱之中 因为帆布包它很便宜 不要钱一样就会去不断的去买 最近的这样呢,就是在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买的 其实我发现大部分的帆布包我买回来都躺在厨子里面吃灰 在这里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经验 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你是多少钱购买它的 它真正的价值在于我是不是真正去使用它 它是不是给我带来的价值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什么东西便宜就去一直一直去买它 第二件呢,就是好看的杯子 其实桶里跟帆布包一样 我买杯子也是大部分因为它们好看 但是我每次喝水也不可能用四五个杯子对不对 新的纸值书,书籍是最适合去租借或者是去购买二手的 因为书它本身并不容易损坏 对我最宝贵的是并不是拥有这本书这件事情 而是说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所收获的一些体验 是图书馆最近搬到了我家附近 我真的是开心坏了,每周都会去看一下 在这里什么样的书都可以找到 而且还有各种游戏啊,电影,电视剧 简直就是一个宝藏天堂 如果我在读完一本书之后觉得我特别想珍藏它 我确定我在未来还会多读几遍的话 我大概率会选择去购买二手书 第四件就是洗手液,沐浴液这样的日花用品 现在市面上有太多太多的选择 像不同的香味啊,针对不同的肤质,发质 但是同时呢,它们对环境产生了比较大的负担 今年我从五包装商店买的第一块香皂之后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现在的香皂里面也是添加了一些精油啊 既满足了我们女孩子对这种香香东西的喜爱 而且,我相机录着录着没电了 所以最后这段我就是拿手机再录一下 第五件不会再买的物品,就星期的护理用品 因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那就是月亮杯 真的是解放我们女性的神器,完全的无感 而且月亮杯它是用医用硅胶制成的 做完一周之后呢,拿这个开水煮一煮 下个月还可以继续用 不会产生任何的製器啊,包装啊 如果大家更想了解月亮杯的这个使用感受方法的话 也请留言告诉我,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讲一讲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没有一趟旗简生活的小技巧 也请分享给我,非常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